收到了接种疫苗行政院员工 今天就接种了新流感疫苗 不过距离上个月12号 全民开打都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甚至连隔魁夫人蔡令仪都还没有接种 不禁也让外界联想 是不是行政院自己对国产疫苗也没有信心呢 不过发言人苏俊斌立刻回应 表示绝对没有此事 还说院长已经劝夫人在旌旗之内赶快施打疫苗 行政院大礼堂成了H1N1疫苗接种室 秘书长林忠森发言人苏俊斌 镜头前漏臂榜阿一针 代言国产国光疫苗有信心 政院大概职员六七百人 那已经打了大概两百人左右 那今天计划要打将近会超过两百人 所以说以这个比例来讲应该不算低 原来政院近六百名员工 从12月12日全民开打以来 到1月4号只有两百人接种疫苗 施打率仅三分之一 这段隔壁夫人蔡令仪都没打疫苗 难道连政府部门都信心不足吗 院长夫人好像不是公务员 院长好像说他要去劝他 应该会打 应该会打 那不打是因为 可能忙吧 那这么快就打 也许有人讲说 那是不是与民争利 那这个时候晚一点打 那也有人认为说是 好像刻意不打 其实怎么讲都会有人讲话 政府化妆师替疫苗再三 背书打包票解除民众疑虑 都不比隔壁夫人再怎么忙 也要接种国防疫苗 来得有说服力 中文秀李文斌宣伙好 台北采访报道